夏季来临,地铁上针对女性乘客的猥亵和偷拍案件又到了一个高发的时节了 最近的警方启动了夏季的专项行动 组织变异力量在一些重点区域加强巡查,打击侵害女性的违法行为 同时警方特别建议女性在遭遇到飞离的时候 应该要大胆的制止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 今年6月7号,这段女乘客在车厢内被邻座男性摸凶的视频 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不过视频中,这名女乘客却始终在忍让 此后在舆论压力和警方的追查下 该名男子在事发几天后向警方自首 同样遭遇色狼,也有女性选择勇敢面对 6月20号,在一号线徐家会站台自动扶梯处 一名男子尾随贴靠在身穿条纹裙的女乘客的身后 偷偷用手机拍摄裙底 女乘客发现后,不仅反应强烈,更是一路追赶 最后,这名男子被巡逻民警当场抓获 乘客的过程当中发觉自己受到侵害 那么要及时大声的喝止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感到最害怕的 而不是女性受害人的本身,而是违法行为人 目前,鬼交警方已经启动了夏季专项行动 在车厢扶梯等处加派警力巡查 注意尾随女性的可疑人员 每个车站遍布的录像能够监控到所有可疑人员 至少四次以上的正面图像 那么能够覆盖所有的车厢的空间范围 记者施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